桃園高炮塔陳紫薇 隨著SBO賽程回到老家中立 小時候從台北搬到桃園後 就住在中原大學附近 對他來說這個地方除了熟悉 更是充滿難以忘懷的籃球技藝 啟蒙的地方吧 就是從小學開始吧 打籃球的第一個地點就是在那邊打 所以很多籃球的規則 跟籃球學習的一些動作 事實上都是跟那邊的一些 就是鬥牛的球員 老球員跟他們學習 那事實上在那邊也被教導過 也被笑過 就是從一個完全不會打的 不懂得規則的小朋友去那邊打 那事實上就是蠻多回憶在那邊 不只是籃球的起源 陳紫薇的母親 也剛好在附近經營豆花店 比賽時更是大方請客 而陳媽媽的好手藝 可是吃過的都說讚 非常好吃 所以我就要這裡不要再親我們吃 對 像哥就跟我講說 這種豆花你怎麼不出來開店就好 還打什麼球 開店會怎麼做 就未來啦 未來再看看啦 不排除啦 不排除啦 雖然會不會接手家業還很難說 但原本在台師大 擔任教練的陳紫薇 今年執教生涯 可能會轉任政大 我在師大算是也是約聘的嘛 那一年一聘 所以也希望能夠穩定嘛 那所以如果有 有專任的機會 大家當然都會想要去試試看啊 陳紫薇在球場上的表現 已經不在話下 積極開拓球員外人生的態度 更是值得大家敬佩 回來體育新聞